Tia姓谷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Tia 今天是3月28日 现在是下午的3点05分 那么经过小半个月的锻炼和控制饮食呢 这个身上的油肉稍微掉下去了一点 稍微有一些明显的鸡肉线条 是不是 那么今天主题呢 就是赏鹰 但是冬季的樱花呢 并没有满开 冬季的樱花呢 是在4月1号左右 大概是满开 所以说今天呢 是带大家啊 或者说我也想去的那个地方 它那边呢 有一个非常高级的 跟樱花有关的一个商品吧 对 我准备去买它 那么地点呢 就在阿佐谷 那么赏鹰第一阵 就是去阿佐谷的那个神社 那么就准备出发了 其实家对面这树樱花 质量特别的高 这个花开的特别的好看 比起道路两旁的樱花来说 要好看很多 这就是我要去的目的地 阿佐谷 神明宫 我现在这个位置 然后就是要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一直往前走 今天的天气呢 是个大阴天 都是云 看不到太阳 太阳在哪里 太阳在这里 哦 太阳是看得见的 但是云层非常多 看不到蓝天 我现在走这条路呢 就是往阿佐谷的小巷子里面窜 反正都是居民区 人都没有 特别安静 这是小学的樱花树 这个小学叫马桥小学 樱花树长得有点大 这景色还是可以的 樱花树下是小学 然后拐个弯走到这里 有点像丛林了嘛 这树长得 长到天上去了 稍微有一点点的可怕 看一下地标 确定是市区 阿佐谷北 居民区的对面 是一块深山老林 里面好像是有人住的 应该是个地主 只是他好像不怎么安排自己家吧 我猜的 快了快了啊 距离目的地还剩下五分钟 到了 从那边走过来 神明宫 非常大的一个鸟区 而且没有什么人 好 这里就是神明宫的主店了 非常的 比起宁治神宫来说 还是差蛮多的 对 这里是买东西的 我说的 那个非常棒的商品呢 非常棒的商品怎么不见了 找到的就是这个东西 全国唯一的这个珠印上面呢 是有樱花的刺绣的 很漂亮 所以说我想买这个 这个珠印呢 是在我刚才进来的那个5K 4K的地方 所以要回去呢 哈哈 买到了 这个是小樱啊 都是小樱花 然后这个是大樱啊 它分两种 哎呀呀呀 看看看看 我要放在袋子里面 然后呢 就是看看这个冰清玉节的樱花了 事情就差不多 这个叫什么 神明宫 阿佐古的神明宫 大致就是这样子 人不是很多 但是呢 藏有非常棒的宝贝 如果您有幸看到了我的视频 并且离高原寺 离阿佐古不远的话 你可以过来买一买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到 这个叫什么 樱花卸光的时候 它就不卖了 毕竟是平成最后的樱花了 是不是 买到了 买到就是赚 虽然我不急注印 但是这个呢 还是比较有新意的 毕竟是刺绣上市的 然后看看樱花 其实这里的樱花也蛮好看的 因为没有人 所以说就特别的好看 然后其他的话 就什么手玉啊 然后手链啊 这种东西 还有抽签啊什么的 就也是樱花的 也蛮好看的 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就是他们这里的手链啊 我觉得手链也很好看 比如说这个金鸟鞠 白色的和金白色的 配色都蛮好看的 可是什么 月独尊啊 也蛮好看的 好 这个是什么 月兔啊 五三一 也蛮好看的 紫阳花啊 马上紫阳花就要开了 也蛮好看的 最后是樱花啊 夜阴啊 这个叫什么 哎呀 有小孩子来了 然后这条金边的是什么东西 哦 就是神 一条一千块 现在是傍晚的五点钟 我等到了这个闭馆的最后一刻 现在是闭馆状态 拍了一张没有人的大樱花树 我觉得还是蛮漂亮的 今天就这一张照片吧 那么今天去买樱花猪鹰的视频 就这样子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